女士们 先生们 记者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出席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 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省档案馆党组成员副馆长马俊凡女士 省人大常委会桥台工委副主任叶永鹏先生 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林安泰先生 省档案局档案执法监督处处长叶建强先生 他们将向大家介绍条例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首先有请马俊凡女士介绍有关情况 有请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受福建省档案局局长程希满的委托 向长期关心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各位媒体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今年7月24日福建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敏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 将于10月1日起实施 这是大陆首部文化领域设台专项地方性法规 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后 首部审级层面设台专项立法 现在我就条例的有关情况向各位朋友简要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 条例出台的背景意义 福建与台湾一水相连 地缘相近 福建还是管大台胞最主要的主基地 明清以来 福建居民大规模迁居台湾 闽台之间血缘相亲 语言相通 习俗相同 在闽台往来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闽台关系答案 这些答案印证了两岸的历史渊源 体现了两岸交流 交往 承载了中华民族记忆 是海峡两岸同胞同耕 同耕 同文同中 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见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 实施闽台历史展示溯源工程 开展闽台主谱对接 寻耕业主等活动 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落实意见的实施意见要求 实施闽台历史展示溯源工程 开展千台记忆档文献 征集 保护 开发利用和数字化工作等 这些都为做好包括千台记忆档文献在内的 闽台关系档案的保护抢救 活化利用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省历来重视闽台关系档案工作 2021年我省十四五规划 就明确开展千台记忆档文献整理和研究 2022年初我省开展了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 千台记忆档文献工作 产生热烈反响 并入选福建2022年 闽台关系十大新闻 近年来 我省还加大了闽台关系档案的研究开发力度 编撰出版 明清工厂闽台关系档案汇编 看日赴台档案选编等边缘成果 推出共同家园 共同记忆 闽台关系档案文献掌 闽台关系档案保护利用工作 取得一定成效 但由于目前仍存在 大量的闽台关系档案上落民间 保管条件不佳 存在灭失的风险 以及档案资源保管风尚 研究力量不足 闽台关系档案还存在共享利用难度较大 活化利用深度不够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 总结我省在闽台关系档案工作中的 已有成果和经验做法 进一步加强闽台关系档案工作 并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 显得非常必要 二 条例主要亮点 条例共有25条 阐述了闽台关系档案的定义 范围 对立法目的 保护原则 保障机制 责任主体 职责分工 保护利用等 做出了规定 在保管 在保护利用方面 突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建立调查认定制度 条例明确 審答案主管部门应建立调查制度 组织开展闽台关系答案调查工作 制定闽台关系档案认定办法 建立闽台关系档案专家库 为闽台关系的认定 价值评估 保护修复 研究利用等提供 咨询和技术支持 二是注重日常安全监管 条例对闽台关系档案 不同收藏主体的管护责任 分别做出了规定 明确 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定期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闽台关系档案保管单位的保管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并制定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指引 普及闽台关系档案保护知识 提升社会公众档案保护能力 非国有收藏机构和个人 发现所持有的闽台关系档案 存在安全隐患的 可以向县级以上地方 达案主管部门申请保护 达案主管部门将根据情况 提供相应的帮助 三是推动资源 共享利用 条例明确 建立由省档案主管部门牵头 保管单位共同参与的 闽台关系档案专题数据库 构建信息共享平台 推动数字资源 共享利用 鼓励单位和个人 参与专题数据库建设 以及共享利用等相关工作 条例还规定 台湾同胞在利用闽台关系档案时 与本省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事实加大研究开发力度 条例要求 闽台关系档案保管单位 应当加强 与高校研究机构 艺术团体 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合作 挖掘利用重要闽台关系档案资源 通过开展学术交流 编辑出版 举办掌握 创作文艺作品 开发文创产品等方式 讲好闽台故事 武士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条例鼓励支持闽台两地 开展关于闽台关系档案的交流合作 不断拓展交流合作形式和内容 鼓励支持闽台中青 乡青 英青 利用闽台关系档案 开展寻根业组 主谱对接等活动 服务闽台历史展示 溯源工程建设 积极推动重要闽台关系档案文献 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三 贯彻落实条例的主要措施 下一步我们将把宣传贯彻落实条例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落实 一是深化学习宣传贯彻 切实把学习宣传条例 列入我省八无普法教育内容 通过组织专题报道 专家解读开展普法期境等活动 提高条例的知晓面和影响力 营照学条例用条例的良好氛围 二是及时出台配套文件 审答案主管部门将加强研究 加快推出闽台关系档案认定制度 调查制度 保管保护指令等规范性文件 推动条例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三是加大指导监督力度 开展我省闽台关系档案工作 及贯彻落实条例情况的调研 加强闽台关系档案保护利用工作的业务指导 增强闽台关系档案 抢救保护工作时效 提升活化利用水平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依法查处违法条例规定的行为 我先介绍到这 谢谢 好的 感谢马俊凡女士的介绍与发布 接下来欢迎记者朋友们 就各自关心的问题提问 提问前请先举手示意 应邀提问时 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现场答问现在开始 好 有请左手边第二排的这位女士 我是福建日报的记者 我的问题是 我省社台领域的地方立法工作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此次立法过程中 我们是秉持了怎样的立法原则和精神 开展相关工作的 谢谢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感谢记者朋友们的关注 福建是大陆设台立法开展最早 数量最多的省份 为全国设台法制实践 提供了有益探索 省人大常委会始终按照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和省委的工作要求 扎实推进 设台立法工作 若时若细各项会台立民举措 切实维护 占实维护赞民台胞的合法权益 习近平总组记深刻指出 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同中 心之相细 情之相隆 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两岸走近 同胞团圆 是两岸同胞的 共同心愿 没有什么力量 能把我们隔裂开来 制定这部法规 就是要以法制方式 保护涉台档案 印证历史事实 正本清源 增进两岸同 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在立法过程中 我们秉持了以下的原则和精神 一是 坚决贯彻落实 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翻略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对台工作的 重要论述为遵循 进一步落实 中央关于支持 福建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 重大部署 力求通过 立法促进 敏台关系档案保护和研究利用 挖掘和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行 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血脉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 留住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根和粉 二是坚定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 为了增强立法科学性 民主性 立法工作 坚持开门立法 扩大公民 有序参与 沈能大常会充分花费 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牵头成立 由多个部门组成的立法起草小组 就草案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 多次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 各类档案保管单位 及智库专家的意见建议 特别是以立法调研为契机 加强于赞免台胞 台署 台券的沟通交流 回应社会各界关切 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故事 三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在法规起草过程中 全面分析 把握 敏台关系档案保护工作中 存在的主要矛盾 突出实检特色 提高可操作性 法规准确阐述了 敏台关系档案的定义范围 针对档案资源分散 保管职责不清等问题 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 明确了全省的统一规划 和管理标准 强化部门联动 更好凝聚了保护工作的合力 下一阶段 沈南大常委会将继续会同 有关部门 共同做好法规的宣传工作 并适时开展检查监督 提升工作指向 为福建深化落实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 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贡献人大力量 以上是我的回答 谢谢 好 感谢叶永鹏先生的回答 欢迎大家继续提问 有请右手边第一排的这位女记者 这里是海峡之声 广播电台记者提问 闽台关系档案保护工作 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 涉及到方方面面 需要多方的参与齐心协力 这部条例建立了哪些体制机制 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以共同地推动这项工作呢 谢谢 感谢记者的关心和关注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闽台关系档案时间夸度长 有许多珍贵的档案 散落在民间 收藏的保护的主体众多 除我省档案馆永久保管大量 真实反映两岸社会变迁 承载民族记忆的原始 而珍贵的涉台档案外 省内工厂机构 社会组织 及收藏爱好者 台胞台署等 闪存了大量的闽台档案 这些档案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助推两岸融合发展 促进两岸同胞 心灵气和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加强闽台关系档案的保护 条例通过建立以下的机制 来加强工作合力 一是 建前统促协调机制 闽台关系档案保护 需要政府各个部门 各个方面通力协作 条例维持明确规定 要建立闽台关系档案 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进一步完善 分工明确 各施其责的工作责任体系 以解决闽台关系档案 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是 完善社会参与机制 闽台关系档案保护 需要社会有关方面的积极参与 为此 条例明确规定 档案保管单位 可以通过 接受监证 购买 代存 区质等方式 收集闽台关系档案 鼓励辉国有收藏机构 通过收集 整理 展示等方式 积极参与保护利用工作 鼓励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 积极迁传闽台关系档案 通过收集 监政等方式 积极迁传闽台关系档案保护利用工作 鼓励单位和个人 向各级综合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等保管单位 监政 积极迁传闽台关系档案 并通过为监政者提供档案修复 数字化处理 符字等服务 呼吁档案 监政者优先利用权等方式 以更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主动性 三是建立司法服务保障机制 条例借鉴我省在设台文物司法保护工作的有效奏法 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应当推进司法服务保障机制建设 加强免台关系档案司法保护 确保依法开展保护工作 以上是我的介绍 谢谢 好 谢谢林安泰先生的回答 欢迎继续提问 有请倒数第二排的那位女记者 这里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荣媒体资讯中心海波TV记者提问 2022年3月 我省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 千台记忆档案文献取得哪些成效 条例出台后如何进一步做好 敏台关系档案征集工作 谢谢 感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据统计 2022年以来 全省征集到千台记忆档案文献 5100件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下一步 我们将以实施条例为契机 加大大案文献增集力度 一是加强宣传推广 扩大公众认知 重新利用广播 电视 报刊 网络等渠道 通过制作专题节目 开展新闻报道 发布公益广告等方式 加大条例的宣传力度 加强敏台关系档案开发宣传 提高社会公众 对敏台关系档案 重要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 二次开展多方合作 形成工作合力 敏台关系档案 保护涉及多个部门和众多领域 下一步 将进一步加强 政府职能部门 社会团体 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协作 多方合力推进 征集工作 三次深入挖掘线索 加大征集力度 加强史料研究 挖掘征集线索 继续面向海内外开展 敏台关系档案的征集 利用互联网平台 开通线上征集渠道 注重对重要事件 重大活动 知名人士档案的征集 和口识历史丹案的采集 不断丰富增集内容 这是我的回答 谢谢 好 谢谢叶建强先生的回答 最后再来一个问题 好 有请右边第二排这位男士 我是福建东南广播的记者 我的问题是 如何活化利用米台关系档案 讲好两岸故学 感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档案工作 纯实 资政 欲能 大案的生命力就在于它 连接着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近年来 我省加大对 敏台关系大案的研究力度 深入挖掘两岸共有的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丰富类涵 守护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 一日积极参与重大活动 自2017年起 敏台关系大案文献 列入海峡论坛场色项目 以联系成功举办八年 成为文化交流板块的重要内容 助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二次举办大案文献展览 2022年7月 共同家园 共同记忆 敏台关系大案文献展 在厦门 福州成功举办 截至目前 已接待4145个团队 54万人次参观 其中台胞2万多人次 受到社会各界广望好评 今年海峡论坛期间 东三县举办 两岸同书 欠来记忆大案文献展 讲好答案背后的故事 三次设置人文进入片 两岸加书 进入片共6集 每集40分钟 于7月18日起 每周四在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比利比利同步播出 展现两岸同胞 共同走过的厚重历史 社会反向强烈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加强研究 创新活化利用 发挥大案文献在推动 敏台亲情相情延续 密切主力文化交流 重力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中的基础性 支撑性作用 我就回答这些 谢谢 谢谢 谢谢叶建强先生的回答 现场提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提问 和各位领导详尽的解答 大家如果还有其他 需要了解的问题 可以在发布会结束之后 和现场的工作人员 取得联系 再进行深入的采访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